各位同学朋友大家好,午安 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今天大盘涨了34点 但是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时常从上礼拜开始 跟各位同学朋友提醒的传产股的部分 今天又是一个重处 今天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 那今天虽然涨 但是资金已经回到了电子股的部分 那接下来这个行情您要怎么操作 马上跟各位做解析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来讲的话 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是涨了33点 但是今天的内涵真的差的非常多 在这一波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货柜山雄 从上礼拜我就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要特别的留意 我从几个角度 就是长荣的大股东 董事的配偶 伸张的一万八千张 你要留意 国具四年前的一千三百块的下映带现 那外资呢 在这边一直卖 一直卖 一直卖 那你看哦 今天的阳明 早上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觉得阳明 182的现金价不会破 有人觉得说 老师 182的现金价今天怎么会破 结果你看今天最低来到176 几乎跌停板了 就是直接跌停板 你说182想要去认 很多人觉得说 我182 其实公司派不会让他破的 投资朋友 你要去看那个价格 到底是多少去现金增资啊 今天早上在盘前焦点的过程的节目当中 我就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一般啊 涨了这么多在办现金增资的公司 大概股价都在这边就完蛋了啦 他要从市场 而且这次从市场 要快拿到300亿的钱 300亿的钱 那外资 这边来讲的话 这些股票 尤其货贵酸雄 你不要看这么基本没有很好 都没有用了 都没有用了 一切都是以技术线行为操作 我跟在这个节目当中 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第一个观念 第一个一定是旺海 旺海是这一波的货贵的领头羊 但是旺海在这一天 有没有 在这一天跌破了十字线 虽然有拉上去 虽然隔天来讲的话 你看隔天跌了快月线的位置 我说这两股票其实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 我说差不多 他不会走步行软转 那走这样子 真的非常倒霉 他至少这个高点 短期里面机会不大了 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了 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了 所以你看今天旺海跌停板 几乎跌停板 258.5 你看已经来到了月线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来讲 整个趋势都已经改变了 都已经改变了 你看一下2603的长容 你看今天连月线都破 你看从高点这里 233到165 整体来讲才几天 1234567 7个交易日而已 他已经 从高点到今天跌停板 已经跌了快30% 你如果融资买在这里 要准备断头了 已经要准备断头了 那比较相对强就是阳明 阳明今天你看十字线也破了 你看直接就破十字线 直接就破十字线 那散砖都不用讲了 我说只要货贵涨不上去 散砖一定更惨了 你看玉米已经破月线 已经要往季线去靠 2637 惠阳 你看一样今天直接破月线 直接破月线 所以说就行运来讲 行运来讲我想很多投资朋友都套在高档的位置 你今天如果说有行运的 有行运的 你要赶快填表 你有什么股票 美团股票 他的位阶要怎么样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不要这一次 如果说你是高档套在行运股的部分 你如果现在来讲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 你可能钱 从这边开始 不知道赔多少钱走 这个很危险 很多人都不了解所谓的货柜这个市场 现在到底要怎么样 你如果说用现在来讲 在高档套牢 用buy and hold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一定都中了 都中了 你如果说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你手上的行运股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今天赶快用填表的方式 或用扫描的交易 我的light yet 我要告诉你手中的航运股 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除了航运股以外 今天的钢铁股 也是非常的弱 也是非常的弱 我们讲中钢六元的营收 年成长百分之四十几 但是越衰退百分之二 但是中钢来讲 来投资朋友 我们最后一档传长股 最后一档传长股就是中钢 我们在昨天获利卖出 38.85元全数卖出 我说金玉五日线反压 钢铁价格上涨有限 很多人还执着说 美国基建都还没开始的股票怎么会跌呢 很多人就在执着于这一点 但是我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说 如果说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了 第一个股价一定是反映前三季了 一定是反映前三季了 那钢铁来讲 目前来讲价格大概就是持稳 如果只是持稳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说现在股价在低档 那我没话讲 但是钢铁从今年的年初三季开始起上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涨了一大波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看不到那个价格的动能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虽然它有什么摊中和也好 有什么俄罗斯中国出口要磕水也好 这都是它的利多没有错 但是股价来讲的话 我告诉你已经不太会反应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我们中钢会先卖 获利先卖 赚钱先卖 你看今天的中钢 今天马上再跌给你看 我们昨天一开 你看五日线 没有站上去 我们就卖了 你看今天多少 36.5 差两块钱不多 真的啦 中钢这种股票 其实差两块钱不多 但是今天重点在哪边 今天重点中钢 它已经破了这个趋势线 这条是他们季线的位置 已经破了季线的位置 所以很可怕吧 是很可怕啊 所以投资朋友在这里 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有钢铁股的 一样 一样有钢铁股 反正你有传产的 什么赵子啊 什么永丰铁股 今天还是什么 什么赵子三雄 怎么样 报纸也写了一大堆 我说算了吧 这种股票都已经开始在做头了 都已经在做了 这一波你没赚到 你买在这里 买在这一阶段的 到现在为止来讲 全部都是赔钱 全部都是赔钱 你看永丰铁股 你可以从51块钱 加一点40块 你这一波你不做 你不要去做这一波 投资朋友 你这一波不做 就不要去做这一波 所以传产股来讲 它其实已经慢慢在衰微了 你手中都是传产的 我知道现在很多投资 你的老师叫你买传产股 不叫你出 我现在手中一档传产股都没有 我中刚昨天卖掉了 我们传产股全部都获利出产了 这不做了 不做了 大正刚我之前也做过 不做了 大正刚我做 就整个操作来讲的话 我现在传产股就不做了 我现在专心 比较专心于操作电子股 电子股 那偶尔有一些基本面 特别特别好的 像我们今天就找到了一家 生计大黑马 它今年赚8块 明年15块 甚至17块 后年23块 你说这种股票 不会涨翻天吗 当然要涨翻天啊 当然要涨翻天啊 所以说其实你说 台湾股市今天虽然创了历史的新高 开高走低 大盘还涨的 但是呢 里面的类股的轮动 你真的要特别的留意 其实重点会不会赚钱 都在于你的类股轮动 或个股的基本面 有没有抓得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准确 所以今天你有传产股的 我欢迎你做填表的动作 不然你这波台湾股 不知道要套到何年何月 你的资产不知道 又要损失多少 你问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已经跟你讲 没关系 只是短暂的下跌 股价还会再涨上来 你如果听你老师这样讲 你要开始紧张好不好 你如果是赚钱的话 没话讲 但是如果是套牢的 你老师跟你讲这句话的话 你这心肝要咳咳咳 要自己比较谨慎的 真的要谨慎一点 你老师带你买 他怎么会跟你讲不好 你要从别的管家 告诉你说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看结果 最后是看结果 今天的结果是传产股很惨 那会惨一天而已吗 不止了 从今天的局势看 绝对不止 所以你手上有传产股的 我要提醒你 真的真的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我说我们的节目 我们代理会员最重要就是 以法人 以法人的报告 那法人报告一定要最新的 要最新的 然后我举这个例子 举这个例子 这是2344的法邦店 我给你验证 反正你觉得说 有人跟你讲法人报告没有用 但是真的没有用吗 来你看 这是2344的法邦店 JP Morgan 这是昨天出来的报告 昨天出来的报告 2344的法邦店 这是2444的法邦店 你看他叫Price Target Price Target 在多少钱 在他看到12月 就是December 21 就12月 他看到目标价 看到45块 看到目标价45块 这是昨天出的 JP Morgan出来的法邦店的 你看今天的法邦店的走势 我们看今天这间法邦店 2344 你看到没有 你如果早上 你如果拿到这份报告 你今天做当中 你也赚钱 我讲南天 你做当中都赚钱 所以不要跟我讲说 法邦的报告没有用 那是不懂的人 才这样跟你讲 或是他自己拿不到的人 才跟你讲 自己拿不到的人 才跟你讲 我们今天 来我们再给你验证 我们生茂店 我生茂还没卖 但是我生茂第二的康普 我今天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 那 你看一下 这是生茂的报告 我之前跟各位盖的 跟各位盖的 怎么样 我目标在里面跟各位讲 对不对 这是生茂第二 我说他的电动车概念股 对不对 那时候大叔 我们在这边做买进 刚好在相对低点的位置 从高点往下跌 这两个股票 反正这股心很活泼 你自己要操作 真的要小心 那这边做买进 那你看我们买多少钱 4739的康普的电动车概念股 今年估4.56 年估6.38 目前在这边看到 我们107到108买进 107到108买进 所以到昨天为止是赚了 到122.5 两天了也就赚了14% 对不对 好 两天了赚了14% 大家好 好 好 那我们看 今天 我为什么要卖 我最主要是看你 我为什么要卖 我们看一下 今天 4739 川普 今天厉害吧 今天你看最高到133 最低烧到112 你看他股价多会甩轿 多会震荡 你看我还要拉一下 那你今天买在这里 都不哭死了吗 你看我今天买在这里 你如果今天去买的话 这些人如果 你没卖的话 你今天全部赔死了 至少赔18左右 会不会回来 我不知道 整天我不知道 真的会不会回来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看基础性情 看起来真的很吓人 很吓人 真的很吓人 又大量 又长上一线 又大黑K棒 很K棒 那我就就法人的理想说 我告诉你说 我今天为什么要卖的原因 在哪边 今天为什么要卖在这里 多少钱 125块 看到没有 目标价125块 目标价125块 那要不要卖 当然卖啦 那我当然卖你 他会跌这么凶 然后讲实在话 那至少来讲的话 我们两天也赚钱 对不对 两天也赚10% 十几% 也不错吧 也不错吧 今天又跌下来 要不要买再看 但是至少 我们看这个报告 也没有骗你嘛 对不对 也没有骗你嘛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目标再到了 你今天最高 你冲过目标再133 那你要不要卖 当然要卖 卖来就赚钱 另外 我们今天也把 获利了一档星星 三年三一星星 我们买128的 今天也赚钱卖掉了 今天也赚钱卖掉了 所以说今天来讲 我们都做获利了解的动作 当然有布局好的股票啦 布局的两档 那今天呢 没什么赚钱 我讲到没什么赚钱 但是接下来要赚很多钱 要赚很多钱 所以说在操作来讲的话 我们操作是很灵活的 他说我们持股也不会一直买 就一直放一直放 只是为了在上节目 然后再做 像电视老师都喜欢做表演 对不对 有一个姓李的老师跟我同性 他说我股票就是一两百档 你要怎样 他说股票买了就不卖了 对就拿起来讲而已 他有没有 他永远都有 我在想他为什么全台湾的股票 全部都买光光 不是更好 每一支股票都叫会员买 对不对 不同的时期来的会买不同股票 所以我们股票来讲是有买有卖 我们一直控制持股 一直控制持股 不会持股一直增加 你不用太担心 你不用太担心 所以说 今天来讲的话 还是啦 从此一次 我们股市融赚 非常欢迎投资朋友 做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也会跟你做提醒通知 那另外来讲的话 你如果今天 尤其你有传产股的 投资朋友 你今天有传产股的 或是一些电子股 你今天最高的上你现在最高高点的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 那你如果想要询问这张股票 未来的后市 尤其在航运 钢铁的部分的话 欢迎你这边按 这里的标题按进去 未来到这里 这里的网址再按进去 做个股市融赚入会 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该有的资料填一填 然后按提交 或者利用LINE AT LINE AT的管道 叫扫描进去的话 都可以 都可以 但今天重点 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特别推出了 劲爆专案 1加2 限额5名 限额5名 那当然就是 操作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这边 有长期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股票都会先跟你讲 我们买什么 买了跟你验证 你看我们最近做的 我什么还没卖 还没卖 我们新兴也赚钱 我们中刚也赚钱 大概最近操作都赚钱了 赚多赚少而已 大家都赚钱了 都赚钱 我跟你讲 新兴康普 身贸第三 身贸第三 还没卖 身贸还没卖 还有最近 今天看到一个最厉害的 就是 升级的大黑马股 升级的大黑马股 今年赚8块 明年赚17 后年赚到23以上 这都是你现在来讲的话 可以逢低去布局的 非常好的股票 可以让你大赚钱的股票 所以说 晋爆中的一加二 限额五名 欢迎你立即来电 立即来电 好 我们看一下升贸 升贸来讲的话 我也不用讲太多 今天是有小壶拉回 不过说3305来讲的话 你看到今年 他还可以赚到4块8左右 4块8左右 所以目标家还没到 目标家还没到 所以说我就 没卖 目标家没到干嘛卖 你看 今天3305 3305 我们看一下 你看今天 今天虽然跌啦 但是有没有破五字线 还没有吧 今天最低就杀到 今天就拉上 所以他趋势还是往上的 还是往上 还是往上的 那你说 今年赚4块8 本益比59块 本益比也不高嘛 本益比也不高嘛 所以说也不用好怕的 不用好怕 那我们成本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7张点的位置 刚刚就买在这 7张点的位置 直接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有成本上的优势 我们有成本上的优势 我们也不用太害怕 不用太害怕 所以说 其实操作股票 你说法人的报告中不重要 还是蛮重要的 还是蛮重要 因为深毛买在51.3 跟51.5之间 那买完以后 就直接往上涨 直接每天都往上涨 明天往上涨 很容易 明天往上涨 所以说 其实 我说操作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你投资朋友 您怎么看你的个人的操作 像我们操作来讲 第一个一定是法人报告 因为你有法人报告 就知道说 这张法人怎么看 怎么看 至少 法人看不好的股票 涨的几率真的不高 真的不高 真的不高 那如果说 你看目标价有一定的距离 那比如说 20% 30% 甚至于50%一倍的 然后倒价了以后 那可能也可能会调高价格 但是不管 那至少来讲的话 我们会买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而且你买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不用怕 这个大牌 你说今天 这种兵荒马上的时代 你乱买的过程当中 你会被怕 你还是会怕 但是你有法人报告来告诉你说 这档法人怎么看 当然最重要 你还是要看得懂 你还是要看得懂 你说法人报告给你就一定看得懂 就只看了目标价就好了 其实不一定 因为其实法人报告 你一定要做一个 比较长期的追踪 比如说长期的追踪 比如说 比如说某家投估的报告 他的报告你信不信啊 随便写一写 然后目标价随便定 你就信吗 EPS估的合不合理啊 其实这个东西 都要从产业面去整个 你要做一个整体的去评估 绝对不是人家写的 你就相信 没有 我是没有的 我都一定会去 从头到尾很仔细去看 这个研究人这样写 到底合不合理吗 合不合理吗 然后最重要是 你对这个产业 你总是要一点了解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都不了解 那研究人怎么写 你就怎么买单 那不一定 那在观察市场上 现在的风向球在哪边 现在的风向球在哪 就像货柜嘛 货柜 红远头顾 不是跟你讲到看多少钱 红远头顾 不是看300多块吗 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 看到本益比10倍吗 我说说他从 他从 外海 411 然后 长荣335 然后 揚明358 我说这三个出来的时候 你都准备等死了 这股价都准备等死了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节目 当你去看我之前的节目 我那报告还秀给你看 什么目标叫 我说第一个目标叫 有效 第二个目标叫 股票还会涨 第三个都出来的话 这货柜准备死了 真的被我这物鸭觉得涨对了 长荣出来报告那一天 就是233块的套点 长荣股价出来那一天 然后接下来 阳明股价出来358 也是长荣明股票的高点 那外海他们 研究报告出来本来340 又调到410 355就是他股价的高点 那如果说 你那时候相信他的话 你买他8元后 那你怎么办 现在赔2、30%了 你若同志买了准备要被停损了 所以说 研究报告不是随便说 我给你就看得懂 我说报纸你看一看 哦 今天好了 那星星 外资不是调到财策吗 对不对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卖 他说没有 今天星星不是说调到财策吗 高盛 今天我早上也讲 ABF三雄 200、500、500、200 200、500、200 今天为什么吃货 今天为什么这个长黑 他说没有 你没想到这个问题 短线要先走一下 转线是真的要先走一下的 但是中长线还是回来 如果是有相对的地道 还是可以买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你看3189 今天不是吐给你看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给你看 虽然他先前还强 但是你今天去追 你今天看外资 看200块 随便买190几块 马上回到172块给你 马上转线就套给你 所以说其实股票操作不是那么简单的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反正报告你也会用 你也是会用的 但是有一个反正报告来讲的话 你追你来讲至少 是一个非常 至少一个操作标准 再加我们的股票龙钻 龙钻股票AI 这两个相互配合 那我们说深茂山 深茂山 这是深茂山的基本面 这是深茂山的基本面 那深茂山今天是过了高点以后拉回 五日线还是没有破 过了高点以后拉回 那这张股票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 你看今年估到5.84元 去年赚3.43 今年估5.84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基本面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不错 这里 你看股价来讲 也是遇到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支撑 相对好的支撑 所以说其实在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股票股票 其实大家都想从股票赚钱 但是真的没那么容易 但今天我最重要的是 跟你讲我们发现一档生计的大黑马 今年赚8块 明年赚到17块 后年赚到23块 我仔细看了那篇报告 真的是 机会非常大 而且它已经变成一家国际的大公司了 大公司 所以这种公司来讲是一个 你升级股你绝对不会想去买的 但是这档股票 它的整个技术面的现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就欢迎你来跟着我们会员 一同来布局 那今天来讲的话 股市龙赚欢迎你做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呢 我们会做提醒跟通知 但是今天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假设你手上满手的传产股的投资配合 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这一波的传产可能走到今天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所谓的转折点就是 你要会反弹要赶快减码 绝对不是像你老师叫你买 以后就一直叫你看好看好 这一点投资配合我要提醒您的 提醒您的 也许你老师以前都没有做过 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到底要怎么操作 他都不知道 这一点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如果说你有任何在传产这边的 持股的一个问题 或持股要诊断的话 欢迎你在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里面 按进去以后 会到这个网址 网址会进到股市龙赚的入会 及持股渐检申请表 填好你的资料按提交 那或者是利用我们的LINE AD QR Code 我们可以做持股的诊断 但今天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推出的 进报专案1加2 限额5名 限额5名 欢迎来电0226538299 欢迎你在这波 如果真的操得不顺利的 你可以跟着我们来做 跟着我们来做 我们这礼拜 康普 星星 甚至我们红海都有赚钱 可是红海赚的不多 不想跟你讲太多 然后中钢 其实这波真的赚了不少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档一档 我们从基本面来讲 帮你找寻好的股票 来帮你操作 那欢迎您来电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